王昭君在公元前33年做出了一个决定 让他名垂千古 因为这个大胆的决定 让21岁的王昭君击败了包四妲己 以及后来赵飞燕等倾国倾城的名女人 正式继身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的行列 这是一个什么决定呢 上期咱们说到 王昭君是作为选秀进了宫 一进宫因为不肯行贿 得罪了宫廷画师毛岩寿 为此 王昭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毛岩寿故意在呈给皇帝看的 他的画像当中添了一颗克服制 导致汉元帝刘氏从未召见过他 女人最宝贵的青春 就这样在五年的等待中白白耗费 然而上天为你关上一道门的同时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公元前33年正月 实为匈奴缠鱼的呼喊爷 向汉元帝请求和亲 所谓和亲就是在宫中挑一个女子 驾到匈奴去 汉元帝刘氏为了显示我泱泱大国的气度 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这消息在宫里传开后 宫女们都战战兢兢 恨不得将脑袋滴到尘埃里去 生怕被选中去那塞外吃苦受累 王昭君也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放下手中的活左思右想 自己待在深宫始终不受皇帝的宠幸 进宫五年甚至连皇上的面都没见过 难道就这样身处底层老死宫中吗 如果有机会去到匈奴 说不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王昭君一咬牙一跺脚 决定主动跳槽 那会儿宫里都在犯愁 找谁去啊 但凡有点姿色的都被皇帝宠幸了 没被宠幸的不说灰头土脸吧 都是路人甲水平 万一呼喊爷看不上那可怎么办 在这焦头烂额的时候 汉元帝刘氏听说居然有女子主动请婴 据说颜值还不错 不经是喜出望外 他要见见这个和平使者 没想到一见面 刘氏就由喜出望外 变成呆若木鸡了 这样一个清国清城的大美人 他竟然从没见过 也从没听说过 一席谈话下来 更觉昭君才智过人 整个后宫无人可及 好端端的一个绝代佳人 他身为一国之君 没机会宠幸 倒让匈奴的禅于 杰族先登了 这简直是报天天物 我估计那一刻 这位大汉天子 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只想冲上去 拉着他的手说 朕能不能跟你一起浪迹天涯 看君无戏 身为天子 既然惊口一开 那就不能反悔 汉元帝只好忍痛割爱 把公主的封号 赏赐给王昭君 并准备了一大笔豪华丰盛的嫁妆 然后眼巴巴的看着 那如花似义的美人 踏上了遥远的和亲之路 送走王昭君后 刘氏便迫不及待的令人 把他的画像找出来 仔细一看 原来啊 在他的眼睛下 多了一颗大大的克服质 刘氏怒火重伤 好你个毛炎兽 竟然弄虚作假 如花似玉 被您整成了如花 连阵都敢骗 天子一发威 毛炎兽只好脑袋搬了家 这边汉元帝连肠子都快毁清了 那边匈奴缠鱼呼喊爷 可乐翻了天 见到从汉宫中款款而来的王昭君 呼喊爷啊 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来形容 就差吼上一句 天桑雕下个林妹妹 他带来沾车百辆随行千人 以宁胡烟枝的礼仪 将王昭君 风风光光的给取了回去 所谓宁胡烟枝就是王后的意思 在后宫坐了五年冷板凳的王昭君 此刻的心情是既激动又伤态 人生就如同一场赌博 自己主动选择离开汉宫 北上大漠 未来等待他的 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他不得而知 此去匈奴他不怕 可从此却要告别父母 告别家乡 一去不回头 他不由的悲从中来 一路上 黄沙漫漫 北风呼啸 他拿起琵琶 情不自禁的弹了起来 情生凄凉 连南非的大雁也忍不住 陶醉在他的情生中 他们飞落在沙地上 久久不肯离去 似乎都在为这位美人送行 后来形容美女的成语 陈渝落雁中落雁的典故 就来自这里 那么昭君出赛以后的日子 过得怎样 是幸福美满 还是夜夜垂泪 他是否后悔当初的决定 他先后嫁给了 匈奴缠鱼的祖孙三代的传闻 是不是真的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方的文件 由当代的情感和语言 去解读中国古代那些人和事 我是曾子航 欢迎点赞并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